乔务委员会委员长、佟振元、7月8日上午于金山湾区文教中心主持 北加州台湾华语文学习中心陈国展集座谈 听取矽谷中文学校校长、寇慧峰、小壮原教育学院校长、陈朝全 北加州台湾会馆校长代表、黄玉珍、向上中文学院校长、李汉文、思俊牡丹中文学校校长、刘慧莹等无所 台湾华语文学习中心简报,并邀请有益于112年成立 台湾华语文学习中心、博爱中文学校、与费利盟中文学校 共同座谈意见交流及提供建言、海华文教基金会董事长、吴明颖、金山湾区文教中心 主任庄雅淑、副主任徐广梅、乔商处专员廖建勋、乔交处专员杨佩玲、科员房亭于、陪同出席 同证员首先感谢西谷中文学校、小壮园教育学院、北加州台湾会馆、向上中文学院及思俊牡丹中文学校等无所 台湾华语文学习中心、用心努力经营、积极在向主流社会、推广台湾优质华语文教学的道路上 身先士卒、勇往直前、办学成效卓著 所以我在想或许因为西谷这边是一个高科技的层次 如果说我们郭校长跟陈校长或者说几位有医院 我们可以让各位来试着用园语做的这样一个方式 未来如果成功了当然我们就可以更推广 所以我不知道各位如果有医院的话到时候或许我们再跟庄主任说一下 会中就自招生、到开课 包括课程规划、授课方式、师资聆聘、教材使用、报名方式等进行交流座谈 与会者热烈提问、同证员一一回应、活动最后 在同证员和与会者合影后圆满落幕 本则新闻由金山湾区文教中心提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会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会订阅 Further vou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会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